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和平是一个跨时代的企业家 这个人比较活奋 他从之前 你可以自己抓耗子 他可以去卖耗子药 也可以卖发动机 他也可以过来做老总 在什么时候干什么样的事 脑筋也比较灵活 这个决议要通过 我从这儿跳下去 我向全场直空歇转 办法总比困难多 是不是 精兵减正 从机关做起 因为要把企业做大做强 要成为整装行业的龙头 那你就必须要整装的能力 以北极为中心 造一个全球第一的 重海 重工 装卫行业 最后他能够实现一个 他的目标 包括在世界上完成他的梦想 我觉得更多的是靠坚持 我们不能靠一个人来决定 一个企业的承办 只能靠现代化的企业制度 咱们把我们的队伍 适应海内外市场 记住了 你是北极的女儿 钱平呢 是北极老厂长的女儿 她是一个遇到困难 然后从不退缩的一个人 而且是个非常有原则的 会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人 在剧中呢 一直都是为了北极人的梦想 一直在努力 做世界上最好的发动机 是我们北极人始终不变的梦想 同时呢 她也作为一个北极集团的内当家 一直协助孙和平 把北极要做大做强 这是你的 你是内当家 会在孙和平 某些判断会出现偏差呀 一股劲往前冲的时候 在后面去帮她把控一个方向 所以两个人的平移 在这样的一个交锋接触 然后这种合作当中 会越加的坚固 陈苗 果然是人间清醒 好 刘碧定这个人物 一个有多面性的人 我怕我的黑暗会怎么照亮 怎么是黑暗的呢 你不暖了我照亮了我 然后刘碧定呢 自己有爱情 有她自己的事业心 她的梦想 我大学就是学机械动力学 而且这些年我一直在搞这个 从上大学一直到做事业 其实她唯一想的是 还是说要实现重卡 重型装备的这个国产化 在世界上独占凹头 齐小华 这个角色她有一点属于 聪明一时糊涂一时的 这样的女人 出吧 到红演戏接着吧 其实齐小华 并不是这个家庭父母 也蛮强大的一个女人 她跟刘碧定 她们都是互同有无的 这资本市场故事啊 永远都充满金 所以我觉得在创业方面 其实这个事业 我觉得是她们两个 一起创业的结果 杨柳这个角色呢 身上是有一种强国梦的 她既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 又是一个国家的领导干部 所以在她身上呢 你会发现有很多很矛盾的东西 同时也有很多很制约她的东西 让她不能放开手脚 今天就执行 秦桑所有希望资货的股票 冻结所有收获账号 秦欣婷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职业人 她不但是一个女性 是一个妻子 而且她更有她自己一个 在专业上的严谨 我是新东公司老虎 又不是慈善机构的会长 如果咱们厂子真的破产了 咱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这个人物就是为了 挽救这个濒临破产倒闭的工厂 他有一种依依不舍 但是最后呢 还是顺着改革开放的这个大潮 我还是把钱走 崇洪平说得对 咱们北极是应该改革开 任延恩这个人就是任劳任怨 是一个中国式的企业家 在这个战场上 在这个游戏里的时候 我遵循游戏规则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将中国的制造业 寄生于世界强林 真正有改革精神的这样一群人 我觉得是非常有能力 然后非常受人敬佩的 也是因为他们身上的这些 很独特的中国企业家的精神 才有了一代典型的 中国企业家的群像 鸡虎